红姐为英雄早前连夺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女配角 这日特地举行庆宫宴 邀请一帮好友一起庆祝 开心啊 这个饭国是和你们 和你们和有些老友 所谓的老友 超过30年的老友 一起吃饭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感恩 而且最重要是这么久的朋友 可以聚在一起吃一项饭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我没有通知我老爸 我觉得这些事不要劳动他老人家 我过几天飞完去其他地方回来 我就会和他吃饭 因为这些场合和地点 有时就是没有叫他 我又告诉他 我会和老朋友吃一项饭 那当然我自己给 大人大者不会这样 最近红姐的电视剧业播 令她多了很多粉丝 但红姐就说有一次被他们吓了 我前晚才害怕 我前晚反而是最害怕的 突然有人说 我真的很兇 我真的很兇 我又在海边 又没有人 只有我两姊妹拖一只狗 突然有人这样 一个男人这么说 我以为他恨我恨到想拎我 我真的很害怕 然后她说 你做得好 我支持你 我说多谢 多谢 立刻就走 我走出了 走出了 我和我妹妹两个反应 就说 蛤 什么事 那么多人支持 不知道红姐有没有信心 拿起来今届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动力 看下自己的运气 自己真的尽力了 在这个角色里面 亦都跟电视的一般演绎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分别 我都知道 可能是冒险 但我又觉得 试一下新东西又无防 如果有机会 那当然是开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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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 开心 是 berry 酷